三国演义中,刘备一出场就来了个桃园三结义,得到了关张两元大将。 关张虽为刘备部署,但是刘备与二人恩若兄弟。 曹操勤获关羽后,为了收拢关羽,各种赏赐应有尽有,可关羽还是不为所动,过五关斩六将,千里走单旗,回到刘备身边。 刘备以情动人的能力可见一斑,关羽张飞被害后,刘备发动全国兵力,讨伐东吴,虽然大败而归,却留下了仁义的名声。 桃园结义的故事至今流传,用人能达到这种水平的话,可以说是很神了。